怎么认证神默示圣经作者 记录圣经的时候 没有人的掺杂 更改神话语的意图 这个我们透过圣经里面的一些描述 和旧约圣经的记载 我们就可以知道 第一 当上帝启示他话语的时候 都是以某种威严向人启示 而且领受神话语的人 连异教徒都带着极高度的敬畏 去慎重地对待这些问题 甚至尼布贾尼萨 甚至旧约的什么雅比米勒 对不对 更何况认识神的先知 上帝拣选他的时候 让他做先知的时候 基本都有呼召的经历 耶利明 伊西街 伊萨 对不对 摩西也一样 大卫一样都有呼召 所以他们认识神 因此对神有一种敬畏的态度 所以他们宣讲的时候 常常做出一种反应 就是耶和华如此说 冒号双引号 他们故意表明 这个不是我自己的话 我只不过神的代言人 传话筒而已 不敢随意的撕传神的话 因为他们知道 添加和减少的这个危险性 可怕性 甚至圣经的抄录者 这些犹太拉比们 书记们 他们也是带这种极度的敬前 我们今天看着有点过分 这个写着写着 然后涮涮笔 重新这个洗洗手什么的等等 带着极高度的 我们认为有点这个伪善 或者太行事主义了 这表明了他们对抄录神的话 本身那种高度的敬前 所以这种高度的敬畏和认真 已经在神的护理下 确保他们不敢思议的 在神的话语上 故意掺杂和删除和夹照 因为摩西也是 先知也是 新约里面一样 不可删减 这是明明的警戒 甚至彼得也说 这个话不是出于人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 因此人就不可随私意去解释预言 他们都带着高度的这种敬畏 甚至彼得说 我们弟兄保罗所传的话 是所写的信 有人随私意强解 就自取灭亡 你看他们对待神的话 都是非常高度的敬畏 不敢传 因此就降低了这种故意传 故意添加仁义的这种可能性 当然这个背后都有神的护理 当然 撇除了这种故意的掺杂之外 上帝默示他的话语的时候 借着他的仆人写圣经的时候 当然包含着人性 对不对 大卫的那个表达的情感 所罗门所表达的 保罗和使徒 他们的风采 风格都不一样 对不对 这就是他传话者本身 一些我们所谓的有机的模式 有机的灵感 使用了作者的经验 使用了作者的素养 使用了作者一些要素 但是确保清除了 作者软弱或者是错误 或者是罪方面的干扰 确保神的话 正确无误的去记载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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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可以看到 和视频 在视频 这种视频